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整体在安排里面 当然要把说万一有这样的可能性 那后续的处理 怎么样在最小的伤害而来进行 那好家在了 都不需要这个情况 所以123件 我们也在11点45分都提早45分钟都完成 陆陆续续都有在谈 其实在这里面 那最后都是应该都有一些 双方都各有一些坚持 所以就不太容易成 这种东西起头谈容易了 谈下去大家就会知道 双方都有他自己的一个顾虑在 除非是有高度的信任 那否则很难谈得成 好可以听到陈续续也说了 这次这是一个安心的旅游 因为这100多个人全部都是阴性 那未来还会不会开放其他的国家 还不知道 但是呢 目前呢 这次算是一个里程碑 因此呢 也希望民众可以玩得开心 那么就像现场的最新情况